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最近发生在丹佛的一场舒展 由于组织混乱和安全问题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有的参加者甚至表示不会再参加 除非组织方进行重大改革 记住我们将探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世代分歧 年轻一代对以色列的支持度显著下降 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和影响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好莱坞女星蒂夫尼哈迪许 是如何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来对付网络上的恶评和攻击 这些话题都非常引人入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社交媒体的力量无处不在 它既能够让人声明确起 也能让事件迅速陷入争议 最近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了这股力量 从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书展 到美国年轻一代对以色列政策的看法 再到豪宝来物明星面对网络暴力的独特应对方式 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都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雅虎美国报道的一个被称作最新的 Fire Festival 并是Denver一个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书展 因为预会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的负面体验 而被迫取消 这个被宣传为独特体验 无需等待的活动因缺乏安全措施 长时间排队工作人员不专业 以及组织者沟通不足而受到批评 还有关于骚扰攻击和盗窃的报道 书展的创始人丽莎雷尼琼斯通过电子邮件向预会者盗窃 并将责任推给了场地和作者 这次事件的取消促使一些作者和预会者发誓 除非有领导层的变化 否则他们不会再回来 记者我们转向半岛电视台 对美国年轻一代对以色列政策看法的报道 美国对以色列的公众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 两年前的皮尤研究发现 只有41%的18到29岁的年轻人 对以色列持有积极看法 许多来自这一代的学生 现在正在抗议对加沙的战争 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近35零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 年轻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愤怒 可能在凸显华盛顿对以色列政策的待机分歧 公众舆论转变的原因尚不清楚 但这可能是由于对巴勒斯坦观点的认识增加 以及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采取更加平衡的方法的愿望 最后雅虎美国还报道了好莱坞女星蒂弗尼哈迪斯 面对网络暴力的独特方式 女子旅行的女演员蒂弗尼哈迪斯透露 她会直接打电话给那些在现场对她进行攻击的人 这是在她发现了如何在现场找到这些人的信息之后 她说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非常生气 我就会找到他们的电话号码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她还表示现在她尽可能的试图忽略网络上的恶意评论 她描述自己为一个人 这三个故事虽然看似顾相干 但他们共同展示了社交媒体 如何在当今世界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无论是一个舒展的失败 一个国家政策的代际分歧 还是个人如何处于网络暴力 社交媒体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都需要更加谨慎的处理公众形象和社交媒体策略 同时也需要对社交媒体的力量 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体育和时尚界变化走至不断发生的 而这些变化不仅仅影响着球队的命运 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洛杉矶湖人队的教练更迭到 Adilas Terras的最新徒步良邪 再到钻石产业背后的秘密和争议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不同领域中的动态变化和深层次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篮球场上的大新闻 Yahoo US报道的洛杉矶湖人队 解雇了主教练道尔卫廉安的消息 这一决定无疑会对球队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中作者Tenafai和Trey Kirby深入探讨了 球队近年来令人失望的季后赛表现 以及River是否真的是适合球队的教练 他们还讨论了可能的替代人选 以及球队为了未来的成功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对胡人队未来的广泛猜测 也让我们思考了体育团队管理中的决策和变革 找方道市场界 Adilas Terras的海珠Torra Dati徒步良邪 引起了广泛关注 Yahoo Uguess的报道中 这款凉鞋专为徒步旅行和水上活动设计 其最大的透气性和保护性于一身 其Cloud phone 足船和Tretion外地 以及快干的网面鞋面 都是为了确保穿着者在户外活动中的舒适和安全 这款售价110美元的凉鞋 不仅展示了Adilas Terras对户外装备的创新和专注 也反映了现代消费者对功能性和时尚性并重产品的需求 而在艺术和商业的交汇处 钻石产业的复杂性和争议被Condomist厂的两本书籍所揭示 Warlando Whitfield的All That Goods和Bianne Kabasker的Get a Picture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钻石产业的影响 前者聚焦于冲突钻石业 钻石公司的营销策略 以及钻石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而后者则关注钻石分级和认证的角色 这两本书都提出了关于钻石贸易的伦理和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 展示了钻石背后的复杂事件和对价值及感知的影响 从洛杉矶湖人队的教练变动到Adidas Terras的创新产品 再到钻石产业背后的故事 这些变化和议题不仅影响着各自领域的内部 也触及了我们对于成功美学和伦理的深层思考 无论是在体育赛场时尚秀场 还是在艺术和商业的边界 变革和挑战总是存在的 而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和反思 也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时尚界的最新合作中 Emily Ondor 与New Balance 的联名鞋款引起了广泛关注 Yahoo US 报道 Emily Ondor 创始人 Teddy Sinti Sinti 同时也是New Balance 美国制造系列的负责人 在Instagram 故事中首次曝光了这一合作系列的 New Balance 这次合作无疑将为时尚爱好者带来新的惊喜 将Emily Ondor 的设计美学与New Balance 的经典鞋款完美结合 转向文学领域 The Globe and Mail介绍了六部新的悬疑小说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到真人秀的浪漫各具特色 J 分级 Dan Mallory 的新作 End of Story 讲述了一位垂死的畅销犯罪小说家 Spa Sabachin Trapp 的故事 他邀请 Nicky Hunter 来到他位于旧金山的家中写下他的生平故事 这本书以其精心塑造的角色和扣人心前的情节受到赞领 Will Thomas 的Death and Glory 设定在1894年的伦敦 跟随侦探 Cyrus Barker和 Thomas Sewell 领得冒险 他们被要求安排英国首相与美国南方邦连将军之间的会面 作者一起历史准确信和复杂的情节而受到赞领 Camilla Lackberg 的Cuckoo 则带领读者来到Forgale 村庄 判索一位著名摄影师的神秘死亡烂剪 这本书被誉为系列中最佳制作 令人无法抗拒 在美容01 Yahoo US 报道了Paris Hilton 与Tam Lux 合作推出的 The Future Average 360 Self and Misty Self and Mistin 这款产品标榜能提供完美的喷雾晒黑效果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Paris Hilton自称从七少年时代就开始喷雾晒黑 并且从母亲那里学到避免阳光直晒的重要性 他在自己的比伏利公园豪宅中创建了一个健康中心 激供水疗服务和美容治疗 他还透露自己从未进行过肉毒杆菌或填充剂设设计 而是使用非侵入性的美容设备 此外Paris Hilton还计划在六月发行一张专辑 并获得了《Toxic Women's Fame and the Child Boy 2000 Death》的版权 他正在将其开发为一部系列作品 同时还将自己的《书Paris的Memoir》改编为电视剧 从Emily Undor 与New Balance的最新写款合作 到引人入胜的悬疑小说 再到Paris Hilton在美容领域的创新合作 这些故事展示了创意和创新如何在不同领域内继续推动前进 为我们带来新鲜感和启发 无论是时尚文学还是美容 创新和热情始终是推动这些领域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文学的世界里每本书都是一扇窗 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窥视作者的思维 感受不同时代的风情 从米兰达朱莉的自我探索 到克莱奥贝特拉家族的历史传奇 再到麦格尔·翁达杰的深情回顾 这些作品各自以独特的方式 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分成的世界 首先电报对米兰达朱莉的星座奥夫进行了评论 这本书以一个谜团开场 却迅速转变成一本关于女性解放的指南 一个与朱莉本人极为相似的人物 踏上了前往纽约城的旅程 试图摆脱自己存在的困惑 却意外地爱上了一位年轻已婚男子 随后书中深入探讨了更年期和女性父权的话题 让人感觉仿佛是在阅读一本健康水疗广告 尽管书中包含了一些精彩的性爱场景和笑话 但整体上看似乎更像是试图成为一位 生活方式导师的失败场 另一方面电报也带来了 对劳埃德卢埃琳琼斯的新书的《黑帕特斯》的评论 单书主张尼罗和女王克莱奥佩特拉 并非独一无二 而是深受她的六位前任女王的影响 这些几乎被遗忘的女王们 属于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卢埃琳琼斯强调了埃及背景的重要性 这使得女性君主能够拥有自己的权威 这些克莱奥佩特拉女王得以借鉴古埃及历史上强大女王的先例 如哈特·谢普苏特和涅菲尔弟弟 最后《环球邮报》对加拿大作家麦克尔·翁达杰的新诗集《拉斯登》进行了评论 这是翁达杰时隔二五年后发表的首本诗集 探索了生命 死亡 记忆和悲伤的主题 翁达杰的诗作丰富而内形 经常引用他人的话语 包括与亲人的对话 电影中的台词和其他诗作的影文 诗集还深入探讨了翁达杰的斯里兰坎遗产 回顾了黑暗的记忆和战争的影响 尽管《死亡》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但诗句中也传达了某些物品和记忆超越终点的持久性 透过这些作品 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作者们对于人生 利息和文化的深刻理解 还能够看到他们如何通过文字将这些理解 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 无论是自我发现的旅程 还是历史的深层挖掘 和是历史的深层挖掘 或是对过去的深情回顾 这些作品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语言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丰富多彩世界的窗户 在这个充满创意与变革的时代 从电影界的盛世到小镇的创新项目 再到带助使命巡航的浮动图书馆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启发和期待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精彩分成的世界 看看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 首先来自Yahoo US报道 激势了好莱坞的一大年度盛世 第97届奥斯卡颁奖年礼将于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2025年3月2日在MBC电视台直播 这次的颁奖季节比以往来的更短 导演工会奖和制片人工会奖将在同一天2月8日举行 这一改变不仅为奥斯卡增添了新鲜感 也让整个颁奖季节变得更加起挫 于是驻影坛将迎来更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而在英国的北约克郡一个小镇的故事 则展现了社区转型的魅力 根据BBC的报道 宓村的King's Arm小巴将被改造成作家进修地 闯早餐旅馆和活动场所 尽管有居民对噪音和阻塞公共通道的担忧 这一计划最终还是获得了北约克郡议员的批准 这个进修地将提供工作坊 膳食和工作坊膳食后一个远离尘销的创作空间 这一转型不仅赋予了老酒吧新的生命 也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机遇 并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 来自South海上Morning Post来自 讲述了一艘名为Jule Soap的浮动图书馆 如何通过书籍的魔力赋能人们 并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这艘由德国基督教慈善机构激烈 Ship行运的船只已抵达香港 并将停留至5月26日 船上提供丰富的英文书籍 旨在促进食字教育和跨文化合作 访客除了可以浏览书籍外 还有机会与来自25个国家的100名志愿者船员会面 此外这艘船还将与各种组织合作 参与社区的人道主义项目 如食品分拔 农牧工作和支援康复计划 这艘船与香港有助深厚的联系 因为它曾是由舰停Hong Kong的Sir Cruz 巨营 直到该公司在2022年申请破产 这三个故事 从奥斯卡的《异议星光》 到小镇酒吧的静谧转变 再到海上图书馆的文化使命 展现了人类创造力和变革力量的多样性 变革力量的多样性 无论是在电影界的灿烂光芒下 还是在文化与教育的探索中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 创新和变革无处不在 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为我们的心结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谢谢您的收看 市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 of Grifa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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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